进到刚刚那个网址之后的话 第一个我们是已经把那个我们的范例档做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如果是Chrome它会在这边 那你就是按右键把它 解压缩用RAR 把它解压缩字尺 它就解出来了 你将来如果说要 刚解出来的东西在这里范例档 你可以把这个范例档直接就放在学生点以后就不需要在每次下载 那另外第2个就是说讲义部分我这边有一个云端的讲义 你当然如果要下载这边我也没有做保护啦 你也可以下载它是一个PDF档 就是我刚刚 给各位看到的那个相关画面上面都有 底下的话就是说 还有每一次上课可能像文字语之外IPT的解答 的那个画面我有把它截截图 然后这个LEN啊MID等等的所以 如果相关的画面呢各位也可以参考讲义这第1个 第2个的话呢就是说呢 除了讲义之外 其他的参考用书我刚提过那一本468招 还有就是说所谓的论坛就是我每次上课也会把那个 上课的影片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同学 请自己再提出申请 申请的方式是非常简单 请你找到这个 文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课程 你就直接把它做连结 但连结特别注意喔 因为 这个论坛是我开的 但不是每个外面的 这个没有上课的同学都可以加 是非公开的一个 这个论坛 那如果你要看每一次上课的影片的话 你就是 第1个 登录Google账号 因为这个是Google论坛 第2个的话呢 你就申请会员资格 然后呢 就填一些 让我知道一下 你是上 你的 你们有学号吗 没有 老爸你就是填那个 我是 文大的 这个上课的学员 为了要上 复习上课 然后你就让我知道一下 然后我check一下 是 我们这个课的同学 那我就把你加进来 加进来的好处是这样 他会 就是 我只要影片 有把它贴到这个论坛里面呢 也会自动的把影片连接 转到你的信箱 那你的信箱也会收到 那个上课的影音 就是在YouTube上 所以你打开之后 它就有一个 那个YouTube的一个 播放清单 他就是我每次上课 反正就上什么 就全部都列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OK 等于是你可以repeat 你不懂的就repeat 反正你不懂了 你就是 反复在听讲 OK 尤其是程式部分 就是有时候 要一下子马上了解 不太容易 需要一点时间 OK 所以也许这也是一种方式 我是希望说 如果来上这个课 同学都能够学会 是比较重要的 OK 所以呢 刚刚提到那个论坛在这里 OK 其他的话 像教学白板 就云端白板指的 就是说 每一次上课 可能会写一些程式 那那个程式码有时候蛮冗长的 你一下如果来不及打 或打错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 像文字与资料函数的程式码 你可以打开来 里面有我们会用到公式 其实也就是跟讲义 差不多 只是说比讲义更好一点 就是说 第一个 讲义里面 没办法复制贴上 那这里面东西可以复制贴上 第二个的话 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 再补充一些东西 那因为讲义已经固定了 没办法补充 那这个是云端白板 因为白板不好写 所以我就把那个东西都放云端上 那也就是说 有些上 就是我上到的东西 那我就会把它补充在这上面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找一下 另外就是 输入好的公式 也会在这上面 还有需要写的VBA程式 还有相关的画面 会比那个 讲义更完整 OK 而且更及时 因为讲义 每次updateupdate 可能就有些新的东西 没有办法上去了 那所以这边的话 也许你可以 在 还是主要以这个为主 OK 那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 来 继续看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题目 所以 请各位慢慢要熟悉 刚刚讲的这个上面的东西 包含 讲义 那个 范例党 讲义 然后论坛的话 就是你有需要 你在家 如果你不需要 你就不要家 没关系 还有另外云端白板 慢慢 也许 习惯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有12周都靠他了 东西都在这上面 那 这个好处是 我把这东西放在这边 那你也不用每次都问我 你回去就可以看 你也可以找到资源 这是24小时 就是 7-11一样 那影片呢 也是7-11一样 反正你也自己看 这样的好处是 我不用一直重复讲 一样的 因为 有些 每次同学问的问题 都几乎差不多 一样的问题 那我每次要repeat一次 倒不如你自己看影片 对不对 那你反正看完之后 你将来会问的问题 通常是我上课真的没讲到的东西 有没有 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是 延伸性更大 没讲到你问 那这样刚刚好 如果已经讲过了 我还要再讲过一遍 其实 也是浪费大家时间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先跟各位讲一下 有关云端的相关资源 那请各位 务必要把那个 刚刚好 给各位看这一题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是 我要怎么串接它 那串接的话 我刚刚提过rept 所以请各位 切到rept 练习一下 什么叫rept呢 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你可以在文字类 所以特别是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类 所以以后的话 你就要把这些 所有类别 里面的函数学熟的话 这些easeo函数就大概差不多了 不过不是要你背 而是要你要了解 函数怎么用 比如说你repeats没用过 没关系 你第一个要先知道什么 它在哪里 文字类 因为它重复哪一个字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知道说它按英文字母排列 它放在r开头 所以你往下找 rept出来了 对不对 再来的话 底下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它会需要有 一个引述 两个引述 这个所谓引述就是说 你给它东西 它会帮你变出 你要的结果 那丢回来给你 所以有点像 你给它东西 它帮你 做完之后 丢回来给你你要的结果 那以这一题来看 比如说按确定之后 它会需要什么呢 假如 这个销售量 100以上给一颗星 200以上给两颗星 那当然不足的部分 158也是一颗星 286也是两颗星 不会是 那个什么 0.86颗星 没有了 就是一定是完整一颗星 就超过的话才连一颗星 那题目里面有提示就是说 用REPD加INT去做 那怎么做 第一个 如果重复星号的话 那第一个星号在这里 我就先选取它 它把这个星号帮我带过来 这个星号 第二个话重复几次 重复的次数是根据它 不过158给它你会发现 它马上帮你变出158颗星 但是我不要那么多 怎么办 除以 100 它就出现什么 后面出现1.58 有没有 所以其实慢慢你要习惯 你要看懂它前面的叙述 到底要 跟你要什么东西 不过 因为其实是有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它前面的叙述 都没有翻译成中文 理论上应该要中文的 不然很多人卡就卡在这里 那因为我看习惯了 我一看就知道它要什么 TES 文字 那LUMBER TICE 意思是重复几次的意思 所以慢慢你可能要自己看懂这个英文的中文意思是什么 那怎么样慢慢可以知道 其实有时候真的你看久了就会了 OK 所以它的逻辑都差不多 那你会发现 1.58不过没有1.58颗星这种东西 所以它就是给你一颗星 那当然呢 比较完整一点应该是 把 0.58给去掉 所以就一颗星 那 也就是说 我要无条件 舍去掉小数点的话 那该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个运算的外面再加一个 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函数 叫INT 钱瓜糊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把这个 里面1.58的 小数点部分 无条件 帮我舍去掉 所以你会发现 加了INT之后 它就变1了 那就变成一颗星 按确定 OK 那这个时候一颗星 但我向下填满现在一定会错误 为什么会错误呢 因为你如果向下填满 它这个公式里面呢 如果有那个 裂号的部分的话 没有 它会向下 变成你星 在 C1 C1的位置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满 它会变2变3 那位置就跑掉 所以怎么办呢 请记得 如果你向下填满 你一定要把这个裂号 把它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那这个钱的符号就是锁起来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不要让它增加的意思 OK 你想说 那一般书里面讲是说 要按什么F4吧 两边都 其实 C前面不用锁啦 为什么 因为 你向下 它只会增加力 那你除非你向右的话呢 才会增加蓝 OK 所以现在只有向下 没有向右 所以不用锁 锁单边就可以锁 这一个 然后按确定 那我们再向下填满一下 你会发现 那向下填满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结果就OK了 那这个45呢 因为它还没有100 所以就去掉 OK 那这个是REPT的用法 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 其他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试一下 LEN 往上一下 那LEN算什么 长度嘛 这里面有几个字 OK 那当然你 不是土法链钢 自己傻傻的算 用算的嘛 我发现 它还真的有人用 用算的 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 对应的函数 那如果你土法链钢 就太辛苦了 所以 这门课就是希望你真的 不要土法链钢 要真的知道 ECL里面有哪一些 文字内里面有个算长度的叫 LEN 直接往下找LEN 有没有 LEN 它需要什么呢 按确定 TESER TESER应该刚刚出现 TESER是要的文字 就是你要算的那个文字 你给我一下 那我给你就这个 有没有 就是 你帮我算一下 这个身份字号里面有几个字 他帮你算完十个字 OK 按确定 你可以往下填满 那因为往下填满 这个我刚刚讲过 列号 B3 会变成什么 B4 B5 B6 有没有 自动帮你换成 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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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全部算完了 当然这里面 还可以延伸 判断说 它的长度 是否正确 身份字号呢 只能够有几个字 10个字嘛 所以11个字就错了 OK 那你当然旁边可以再做逻辑判断 是否正确 OK 那其他我想 其他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 讲完这两个之后呢 就可以再看一下手机 怎么样把 REPT 跟LEN 做完 来使用在这上面 把结果给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讲的重点 第一个 请各位熟悉那个 我给各位那个云端 云端的那个 连结 那里面有蛮多东西啦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你就不习 不习惯一直连线的话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讲义上面有线上讲义 云端白板等等的 当然在手机上 平板上也可以操作 那另外第2个就是试试看那个 REPT加LEN 封面 好